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尊敬的副老师 尊敬的主办方 陈美艺 师姐 还有弥陀金社 陈师姐 以及文昌公的师兄 以及各位菩萨 各位大德 大家早上好 那么今天这个一年来得很不容易 也很殊胜 陈美艺师姐他们两位姐妹 以及文昌公的主办方 还有原青室这边 特地到台湾 校园讲堂 跟墨学 谈起想办这个中法中文化的讲座 那会成就这个论坛 我是非常的诚心感动 那么也很殊胜 我请了上海的副聪老师 来参加这一会 那么希望今天早上这个论坛 能够帮助各位 这个例行校道 行校要几时 然后明白英国 付费双修 言诚佛道 那么 今天我来这边 跟大家分享 一个半小时九十分钟的题目 是主事到的英国观 如何企极必凶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 唯一这个世界上 现在能够保持五千年文化 只有中法传统文化 那为什么能够保持这么久 因为我们有三个根 第一个就是城隍庙 在中国有很多城隍庙 我相信在座各位的祖先 是祖父辈跟父亲辈的 有些是来自中国福建 中国广东 移民到新加坡来发展的 那么我们中法传统文化 有三个根来维系 就像一个房子里面 要四个柱子来支持一样 城隍庙负责管英国 交化英国 池塘因为以前都大家庭 大家庭这个池塘呢 就是维持伦理 那么家族的团结 都在池塘里面结结 那孔庙呢 是维持道德 道德教育 什么是道呢 道是我们心的本体 什么叫德呢 我们心体的作用 道德是我们自信的妙用 所以道就是每个人都有 道家讲的道可道会唱道 林可明会唱明 心是讲不出来的 佛家讲的叫实相 那实相怎么去解释呢 就是无相无不相 无相就是他的一切相的 你没有办法去形容 就是每个人都有的朋友智慧 那个本体 就是刚才行集里面讲的 不生不昧 不遮不减 不够不尽 心无怪爱 无怪爱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就进内潘 以普罗普罗密度故 德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 那个德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 就是无相正能正觉 就是我们朋友的智慧 就是自信 自信迷了以后 就变成烦恼 那自信觉悟以后呢 就变成佛 那自信的妙用呢 就是智慧 那迷了以后就变成烦恼 就嗜恢 痛苦 忧愁 就苦肉又吸收 这一心的体用 就是迷雾的不同而已 迷跟雾 迷的人叫众生 雾的人叫佛 所以你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那佛教众生呢 有五圣说法 仁天圣 僧文圣 元节圣 菩萨圣 那一佛圣 那我们今天来谈呢 是中华春荣化 就是仁天圣 但是仁天圣也是个基础 你没有仁天圣 没有经历第一福 效仰父母 奉旨师长 慈心菩萨 修士善略 你就没有办法进入第二个 关卡 寿主三规 基督终结不换位 那最后呢 要成菩萨成佛 开智慧 发菩提心 身心因果 读诵大圣 千临新者 这个叫 舍方三世一切诸佛 尽力正因 就是成佛的 根本的三个言音 就是尽力三佛 那今天主办方呢 就是元庆世 他是一个佛士 文章公 孔元席堂 江独家 所以今天呢 是标准的主事到一体 三教是一家 但是呢 他们个人不同的教授 所以有人就问 李秉兰老师 金控法师 当时在跟李秉兰老师学 奖金的时候 学了十年 他就问说 因为佛法呢 在印度呢 到现在已经将近 两千五百多年 也有讲三千年的 那佛法在印度呢 他是佛陀灭度以后 一千年才到中国来 直到时候呢 叫东汉明帝永平十年 记得到现在 大概一千五百年 那么佛陀在的时候呢 那叫正法时期 正法时期就是 他们的精神 他们的修行都跟佛一样 在正法时期呢 他们是怎么样成就呢 他们是禅定跟卸托 所以那个时候的人 凡进很单纯 他一注定 一注定就成就了 智慧就开了 因为他说心恋很单纯 不像现在环境这么复杂 那么佛陀灭度以后呢 因为佛的福报都有一万两千年 佛灭度以后呢 就一千年还可以维持佛的道风 道气 那一千年以后呢 大家慢慢懈怠了 就是变成像法 什么叫像呢 就是他的精神很像佛陀 可是他实质念还不行 所以像法时期呢 叫多文坚固 还有塔式坚固 那个时候喜欢盖庙 喜欢怎么样 喜欢听经文法 但做不到 大概是在唐朝以后 叫做算像法时期 那现在呢 现在是末法一千年的第五百年 这两千五百年 现在是什么坚固呢 现在是斗争坚固 所以人的智慧特别多 争执特别多 纠婚特别多 斗争坚固啊 前世纪最大的两大强国 没办法坐下来谈 这证明佛陀在 两千五百年前讲过了 就是这个 末法之急 就是斗争坚固 国家都在吵架 人民都在吵架 这心静不下来 所以金刚锡里面讲说 迎合相互起心 所以孝道教育呢 英国教育很重要 这是杂根的教育 因为台湾最近光一年之内 发生事件分尸病案 三件未勤 一件呢是未财 贩毒 现在吸毒非常严重 所以这事件分尸病案 让我很震撼 台湾号中是全世界 中法传统化保存最好的地方 竟然一年不到 事件分尸病案 根本不怕英国 不怕地义 不相信六道轮回 我今天就提出政绩 让你不得不相信 所以呢 今天来跟各位报告 主事道的因果观 如何去疾病胸 我讲的纲要题目呢 一共有八项 第一个 主事道的因果观是讲什么 第二个 现代人不怕因果 第三个 灵性是杀不死的 各位刚才跟你讲的 道德 道是新的本体 德是他新的妙用 一个人如果能从道 到心体 证得这个本体 出来的一定是德 他的德行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很有道德 很有道德 就是他很有智慧 他的身口意行为 都活乎戒定会 这个我们说是他有道德 他开悟了 平心见性了 没有我之法之 他再破根本无名 就发生大事了 所以灵性是杀不死的 你杀他 他下次再找你报仇了 只是到第二次了 已经投身转世的 有隔音之名 已经不认识对方 前世那个样子了 改头换面了 所以 很多歹徒啊 这个凶贤呢 都不知道这个原理 他不知道欠命要还命 欠债要还债 所以灵性是杀不死的 你杀死他肉体 心是杀不死的 谈众里面有一口公案 两位师兄在山上修行 师弟公务还没到 就下山了 要红华立生 就住到客栈里面去了 他禅定公务不错 他就入定了 因为入定到一个程度 如果是异界里面的定 或是社界无社界 他这个公务还算不错 但是没有出三界 他有出跟入 他一入定以后呢 气息非常微弱 那客栈老板 店小奥就以为他死掉了 就放一把火把他烧掉了 他每天闹鬼 他还我身体来啊 还我身体来 每天晚上闹鬼啊 这个消息传到山上 他的师兄知道了 师兄就来这个客栈 要来帮他超度啊 就叫店老板说 你帮我准备一盆水 一把火 老板就准备好了 到晚上的时候就开始闹鬼了 他就听到声音了 他说还我身体来了 还我命来了 他说师弟啊 在水里面 他就到水里面去找 结果找不到 他跟那师兄说 我找不到啊 然后他就烧一把火 他又说还我命 他说在火里面 他又找不到 他怎么找不到 他说在找我那个人是谁 他一反照 原来是我的自信 就是我的灵性 佛家讲叫灵性 俗话讲叫灵魂 三文七破 佛家不讲灵魂叫神事 什么叫神事 就是生口意 眼耳鼻舌生意 莫娜阿拉耶八四 就是第六四的分别 第七四的莫娜之首 第八四阿拉耶四 然后前面五根呢 眼睛耳朵 鼻子嘴巴 身体是听这个心在指挥 就叫八四 所以呢 灵性是沙布斯 一定会来报仇的 再来第四个 你相信有第一吗 啊 第五你相信有鬼神吗 第六个没有因果报应吗 第七个 逗胎是杀人的行为 我到中国大陆去演讲 企业家跟我讲 现在三多 第一个 离婚多 第二个 不孝子多 第三个 癌症多 这三多 所以逗胎呢 是杀人的行为 你不知道呢 灵性是沙布斯的 人是有前世有来生的 啊 所以等一下呢 我再来解释 为什么是 逗胎是杀人的行为 第八 最后的叮铃 那么 中华传统文化 里面呢 讲因果教育 讲的最好了 其实道家讲的比较多 比佛家多 道家里面有一本呢 就太上感应篇 我在台湾呢 讲感应篇会篇呢 讲了五年 从2013年 讲到今年2018年 总共讲了五年 如果你们要看感应篇会篇呢 你们可以上youtube 看黄埔林警官感应篇会篇 里面有黄警官讲故事 感应篇精华 感应篇呢 是非常好的一本因果教育 也就是老和尚讲的公共国 两万世纪里面的公共国 公共国就是 你做善 你造恶 他的一个标准 叫公共国 在哪里 在太上感应篇 那感应篇会篇呢 是中国近一千年来 这些历代的圣贤 以及菩萨 他们对感应篇的心得 他们把智慧讲出来 记载进去 叫做感应篇会篇 总共呢 有将近二十万个字 太上感应篇有一段经文 叫 后五无门内 为人之遭 善恶之报 如影随行 是以天地有施果之神 依人所患轻重 以得伦算 算简足平好 都哄又患 人皆无知 行后随之 即经必知 恶心在知 算尽这时 这一条 就是我们做伦做事的 唯一的一个准则 你按照这一条做 一辈子吉祥平安 幸福美满 如果你违反这一条 那就是灾后临门 所以中国人见面都会讲一句话 说五福临门 过年时候拜年都会讲五福临门 哪五福呢 富贵 长寿 康陵 好德 最后善重 人家说好去就好来 好死就好来 所以 我在台湾呢 做临终光怀 做230几个个案 我跟王者开示呢 是一定常规说法 里面有很多不可思议的感应故事 比如说我给两个例子 一个就是 一位 文化大学的做副教授 我在佛德教育 基金会听经的时候呢 有人地址挑给我 说你等到台大去跟 一会老菩萨开示 那我去的时候大概晚上10点多 我认识她的儿子 做副教授 我先了解她母亲的背景 她为什么弃切了七年 没办法断切 弃切就是这边 插管插一个月 一定要弃切的 这边挖一个洞 然后从这边灌流主禁忌 从这边再复习 已经不行了 所以插管以后要弃切 我知道她早期 因为她先生背叛她 外面有外衣 跟着女人跑掉了 她含辛茹苦的呢 带着这个小孩子长大 变成副教授 她非常有光荣 她为什么放不下呢 因为她也没有消 她为什么也没有消呢 因为她心没转 她一直足够在惩恨里面 足够在怨恨里面 足够在贪爱里面 她放不下 这个也没有消 她就走不了 她必须受苦 后来我就跪了跟她说法 我说老菩萨 我知道你恨你先生 但是这个都是过继生 所结的善恶因人 因因果果 善善恶恶 世世恢恢 纠缠不清 所以我告诉她说 你要放下 你对你先生的惩恨 那你儿子呢 你好不能把他抚养长大 成为教授 你已有荣恩 你要放下这个贪爱 因为他过继生 跟你自己好缘 来到这个世间 做你的建树 做建树 都不出四个因年 报恩 抱怨 讨债 还债 好缘的 报恩 还债 恶缘的 讨债 抱怨 后来我跟她讲完以后 这个老菩萨听进去了 我就跟她做护教授说 你读一部地藏经 看看你妈妈能不能手抱 我离开的时候是晚上十二点多 我说明天早上看六点半 能不能手抱断气 她母亲真的六点半断气 就真的走了 解脱了 还有一位 华专卫士的师姐 曾阿满 叫我去关怀 在台北医院 大副中的一个英文老师 昏迷一个月醒不过来 所以 这种昏迷 一般医学看都是 她的身体肌能发生问题 其实按照佛法看很简单 她就是夜障 夜报现前 所以我去跟她关怀的时候 因为她后面刚好挂了一尊很大的佛像 我就跟她开导 开导完以后 这位病人听进去了 她只是睁不开眼睛而已 开始完以后 我离开医院 我就跟那个曾师姐讲说 看看她明天能不能醒过来 这位师大副中的老师 真的第二天醒过来 醒过来以后就一直流眼泪 跟她太太说 我明天就要回家了 那她太说你要回哪个家 她说我回极德世界的家 结果佛菩萨的加倍 跟她的善根献前 她第二天醒过来 醒过来以后 念佛念一天 真的是第二天就走了 昏迷一个月 第二天醒过来 第三天走了 所以呢 正名 长寿 富贵 康灵 好德 善终 这个五福都是修来的 像今天办这个论坛 主办方 跟协办方 以及参拟的人 都有这个福报 为什么 因为在这里讲善法 在这里讲传统文化 这里不讲如何赚钱 如果炒作股票 如果够心斗角 没有 这边都在讲善法 只要一听善法 她一路耳根 勇为道众 她就进入她的耳根 就进入她的心点以后 哪一天一年成熟了 她就会亲近善法 学习善法 所以今天呢 只办这个很有意义 这个就是她能够顺天道 顺天理 来办事 这样来做事 这个叫做什么 五福就容易寄集 那为什么会有六吉呢 英光大师讲五福六吉嘛 五福的反面就是六吉 就是短命疾病 忧愁贫苦 二四好肉 这六个 我们都不喜欢这六个 那为什么会有这六个呢 她违反天理 违反良心 遭感这些凶恶的事情 像比如说短命多病 我提一个例子给各位听 这参颖老法师讲出来 台湾的一位高生 参颖老法师 参公修得很好 95岁往生 老法师曾经跟她跟了半年 她在台湾的篮头 水里 年龄士 一生持戒力恋佛 她功夫真的是非常的好 而且女众跟她讲话 一定要记理七步 不能靠近 她是戒力非常惊严的一位 参颖老法师 台湾九欧义大地震 有些寺庙都震垮了 大楼都震垮了 修行的人 德恨就是不一样 功德力就是不同 九欧义那么强的大地震 只裂开她一个台阶欧义 伤不了她的大雄宝殿 修得真的非常好 参公 曾经在台湾彰化 和美镇 有一个地方常常闹 逆死 每年都有逆死 抓替死鬼来交替 所以那个镇长 每年七月份都办普渡 办了很多贡品啊 普渡啊 摆得非常大的场面 每年都还是一样 机器死人 没办法超渡 那这个镇长就透过一个学佛 就打电话到年龄寺了 参公好像知道有人打电话找她 他们这种修到 德恨很高的高声大德 他们六通都现前了 他们天脸通 天脑通 他心通 神子通 肉禁通 全部都现前了 他们修到开悟以后 那六通自然现前 你没有开悟前 六通不能现前 现前的话就麻烦 因为你贪真是没有断 你会贪图 明文力养 那参公当然已经修行成就了 知道有人要找他 那逝者听到了 他说我要找你 我们师傅去超渡啊 他说我们师傅 没有在帮人家超渡了啊 因为参公都在奖金啊 参公好像知道 他说什么事 什么事啊 电话就接过去了 一接过去以后呢 参公说 可以啊 可是你要来亲自来请啊 这位镇长就跟着连柳去找参公了 因为他是女众的镇长 他不知道太靠近了 市场马上挡架 那参公就不用挡架 他不知道这个规矩 不要怪他 参公说 在哪里呢 他说在台湾中部 彰化和美增 他说那你要准备一些东西啊 那他就问师傅 准备什么 是不是要很多贡品 他说不用啊 就一个桌子 一个箱案 一支箱 一对花 一杯水这样就好了 参公就到现场 为他们练佛 从此超渡完以后 那个地方 也没有再溺死了 那参公讲的这个故事 是什么故事呢 因为他在连宁市嘛 很多信中都很仰慕他嘛 回去见他 有一天来了一位农民 叫苦连天 他说师傅救我啊 师傅救我啊 师傅说什么回事啊 他说我活龙长得好癌啊 他活龙长癌症啊 参公第一句话就是说 你也没有杀死一个人啊 他说我没有杀人啊 他说有你害死一个众生的生命啊 你想想看啊 他想了半天想不出来说 我没有害人啊 师傅特别跟他说 你也没有害众生啊 众生也是命啊 佛陀说你 人死为养 养死为人 也是六道 父为见属啊 这位农民忽然间想起来说 师傅有啦 我在稻田耕作的时候啊 我看到一条眼镜手 我一紧张呢 出头拿起来 就把他头部就砍断了 一砍断眼镜手就死掉了 你知道这个手是 因为承恨心是很强的啊 承心都出生到 就是老虎跟蛇 这承恨心招感的啊 他就跟师傅讲说 有啦 我杀死一条眼镜手了 师傅说 你要跟人家忏悔 人家已经找到你了 那要你的命啊 那这个农民因为没写佛 也没有一道散念 最后呢 师傅讲完没多久就死掉了 就人家来讨报了 这叫什么 这叫做多病 我们讲说短命多病 这都是沙耶照感的 那么第一个呢 辱世道的因果观呢 我们先跟各位讲这个理 然后我们再搭配一些因果故事 让各位了解 有理有事 世中有理 理中能成事 因果教育的力量很大 我们今天这个孝道也是因果教育 老法师说呢 你明白因果 生米因果 你就不敢做 也不想做 你懂得伦理道德 你只是说不敢想而已 但是如果你懂得因果教育 你根本不敢去做 这就是因果教育 它比伦理道德强的一定在这里 老法上说 伦理道德 因果三个教育里面 因果教育最重要 你可以不怕公安警察 不怕检察官法官 因为你可能有人事背景 你想尽办法 你用利数去变 但是你没有不怕鬼神的 鬼神哪里有办法 天力哪里有办法 所以因果教育跟伦理道德三个教育里面 因果教育是最关键的 他懂因果他就不敢去做了 但是他懂伦理道德 他只是羞愚 羞愚就是惭愧 老和尚说 比如说 叫你背叛这个老板 你懂一点规矩 老板对我也不错 你不敢背叛 对方如果出 老板给你的价钱的薪水的三倍 来不来 来 他懂伦理道德啊 知道老板照顾他 但是利益现前的时候 给他三倍的信的时候 他跑掉了 对不对 这个就是什么 道德好修养 但是一到高明的厚利 就辩解了 挡不住诱惑 守不住 但是他懂得因果就不一样 懂得孝亲尊师啊 懂得知恩报本啊 他懂得报恩报本啊 他就不离开了 老板虽然对我 薪水没有你那么高 可是他提报我一辈子 这个恩典恩德在 我不忍心背叛道 我要留下来 跟他一起打拼 他不会走啦 所以你懂了因果就不会背叛啦 通常到你小孩子 懂了因果就不敢叛逆啦 忤逆啦 现在为什么小孩子都忤逆 像台湾有一个单亲家庭的小孩子 妈妈离婚了 养在长大 他有一天跟他的同学出去 他只是为了钱而已 他就跟他同学讲话说 我把我妈妈杀死 是把他妈妈杀死啦 他没有把他妈妈杀死 他将来他妈妈也是把财产给他 这个人都要说 这个都要斗五五间第一 永不超生 按照地藏经里面讲的 杀父杀母 杀阿罗汉 出火生邪 破火火生 这五种都是五间第一 永不超生的 没办法超生的 他连禽兽都不如 羊都有贵乳之恩 虎毒不食指 你都输给动物 你怎么自个做人啊 有人就问师父 说为什么动物都是横的走 他为什么四个脚都朝地 为什么不能向天呢 他为什么背向天 因为他背天逆你嘛 所以他来是 他没有自个当人 他那个背部必须靠地下 惭愧啊 你没有把人做好 所以背部是 背部不敢看天啊 你动物怎么看天 你叫那个狗看天 他不会看啊 他只会眼睛看得 你肚子饿了 所以要东西吃啊 人不是啊 人两个脚可以顶天立地啊 头顶个天 脚可以立地啊 他为什么顶天立地 因为他五戒做好的啊 不杀生 不偷盗 不显 不忘义 他五戒做好 人力理智性做好的啊 道德人力理做好啊 他有做人的知果啊 他顶天立地啊 可以看天啊 但是动物就不是啊 前身都长得毛啊 牛羊都长得毛啊 螃蟹都是用在地上爬的啊 所以 在文昌帝经音字文里面 有人就问师父啊 说为什么动物是横的走 他说他生前先狠手辣 背天立你 所以招感这样的恶报 所以他必须四个脚都朝地 不能朝天 啊这个呢 就是中国几千年来 长治九万靠什么 靠英国教育 老法师说呢 主事到讲英国最多是道家 太善感应篇 文昌帝经音字文 我现在讲这都两部 已经讲完感应篇 会篇五年了 现在讲安世前书 啊 安世前书他有四个部分 是清朝周安世所编辑的 他二十四岁就开悟了 他活到八十四岁 无几遥中 谈笑往生 周安世清朝的大菩萨 他里面第一个 这个文昌帝经音字文 讲段落修善 然后再来呢 万善先知 讲戒沙 再来一海悔狂 讲戒淫 最后叫你倒归极六 西归之子 所以道家呢 讲英国讲的比较多 就这两部经 一个太善感应篇 一个文昌帝经音字文 还有李先祖的心经 李先祖又讲心经 这三个都是道家的 那佛家也有 但是呢 总没有道家的多 所以老法师呢 说呢 这个三教里面呢 其实都在弘扬英国 啊 那么再来 中国几些年来 帮助国家所有安定 三个根比什么都重要 就是刚才讲的这三个根 城隍庙 池塘 还有孔庙 啊 那也可以讲说 倫理道德 英国也是三个根 那么印竹呢 印了了凡是信 感应篇会篇 安世全师呢 印了数百万筹 他是民国二十几年 成就的一位 淨土宗的大德 人家称他叫大师之菩萨再来 啊 苏桌0030的淨土宗 第十三组 印光大师 他有著一套 印光大师全集 是近代的淨土宗的高僧大德 非常强调了凡是信 感应篇会篇 可以安世全师 他知道 这三本 在现在可以救人 佛经呢 他是很高的层次 必须要明信见信 要开悟 那个程度太高了 一般人呢 不见得能够 领悟佛经这个境界 好 那么现在 炸弹多呢 印足一声 提倡因果教育 所以因果跟孝道呢 可以救人心 救世界 救社会 所以首先我开场呢 先把 今天这个题目呢 如是道的因果观 我先把它引述出来 再来第二个 现代人不怕因果 地上经里面讲说 刚抢众生 蓝挑蓝辅 现在的 尤其是年轻人 你跟他抢因果 没有人相信 也不怕鬼神 也不怕地义 也不怕轮回 为了钱 可以杀人 甚至杀父杀母 甚至抢死人的钱 所以你真的是没有因果吗 我这次到天津去讲课 那他们那边好意呢 所以老师讲课辛苦 就带我去按摩 泡脚 那我就去了 帮我按摩脚的这位 年轻小伙子呢 来自山东的 一位年轻人 他也很有善根 常到五台三期 礼佛 他那天就跟我讲了 他说老师老师 我跟你讲喔 真的有前事 有来事呢 我说怎么说呢 我就特地问他 他就跟我讲 他们家乡有个老奶奶 那个老奶奶呢 要死掉封关的时候 那个戴一辈子的戒指 没有拔下来 孙沃喜想说 那个戒指是 可以变现现金啊 烧掉很可惜啊 所以孙沃喜也是好意啊 就把他戒指拔下来 你以为他死了就死了吗 死的不是死的 老师上说 死的不是一了 也不是白了 老师上说 死的就没完没了 欠债的要还债 欠命的要还命 大家始终不相信 其实他死的时候 他的中阴森在旁边等 那个叫中阴森 什么叫中阴森 这个房间待久以后 到隔壁房间 隔壁房间还没有进去以前 这样中间的过程叫中阴森 为什么叫中阴呢 阴就是五阴 瘦瘦响形式 人离开这个肉体的时候 灵性不昧 会再找下一个 投胎转世 如果他没有去极德世界 没有到天界的话 他找另外叫做六道 他行五界十善 上平的到天道 还有人道 阿修罗道 这是三善道 那做恶的呢 第一 恶鬼畜生 你们可以看YouTube 黄警官讲故事 我只是拿素质 政绩给你看 有现代公案 有古代公案 那这位老奶奶 走了以后 他是中阴森 那为什么会有中阴森 就是不善不恶的 都变成中阴森 那大善大恶的呢 你会说像老法师 他不用经过中阴森 他往生一手抱 他直接到极德世界 像海贤老而上 他一知十字 他知道明天要走了 今天再除草 人家说师父你不要那么辛苦 他说明天就不要除草了 他半夜两点就走了 修得好真的是这样 为什么他修得好 可以一知十字 你知道吗 就是说我们人的心 烦恼像什么叫 叫海浪一样 赤坡帮勇 你看到海边去看海浪 你们到新加坡帮 我那个海浪台风一来 哇 那个浪高很大 为什么 因为风很大 那海就很污浊了 那污浊跟海浪强的时候 他就推得很高啊 但是风平浪静的时候 平了 水就清了 水清了 灰机灰过去 鸟灰过去 他就照出来 我们人的心就是这样 所以英光大师说 为什么有些人 他修得很好 可以一知十字 因为他赤坡帮勇 因佛号而停你 赤坡就是那个心很乱 但是因为佛号停止了 心静下来 心静下来 水清夜现 水就清了 夜量就现出来 千江有水千江夜 这位老菩萨 你以为他死了 他不是死了 他是离开肉体而已 肉体就像一个房子 他住了八十年 我常跟王者开出说 哎呀 老菩萨 这个房子是地水火烘枯成的 地就是骨头折爱性 硬硬的 水是里面的口水跟尿液 烘是你的呼吸 烘是你的温度 四大地水火烘 外面是大的四大 里面也有四大 你外面也有土地啊 也有风在吹啊 也有太阳光啊 也有温度啊 也有水啊 外面有大的四大 里面这个也是大 所以外面是个大乾坤 里面是个小乾坤 为什么外面的乾坤乱掉了 为什么现在温度那么高 台湾南部从来没有淹水 淹到这个样子 为什么 人如果不照天理来 那天就不照甲子来了 乱掉了 夏天的时候呢 热到受不了 冬天的时候根本没有能 没有能度 就乱的套了 因为人心乱掉了 你看台湾这次这个淹水 淹到这种程度 台湾有一家庙 过年的时候就补国印籤啊 叫南浑身庙 还没有选总统 叫做武卓天做天 他就讲说一个女总统 那神都知道啊 那还没有水灾 他连出过年就出籤啊 就跟你讲陆地行桌 这个陆地行桌 南部 西安大水 全部都靠小快艇 那神都知道 半年后神都知道 为什么 神至少有几百年的神通啊 他可以看得到 阿罗汉 五百世的神通 可以看到五百世 佛 看无量世 所以 各位 好好休息 你对你有帮助啊 你的注意慢慢开出来 你就对了很多事情啊 这位老菩萨离开 他是中阴神 所以大善大恶 不经过中阴神 他回来又生死 奶奶你怎么又回来的呢 我回来找戒指啊 找戒指啊 他说他回来找他戒指啊 他戒指拔起来的孙欧喜的身上 孙欧喜不能讲话 孙欧喜的声音变成什么 老奶奶的声音 我小时候青年看到 这人真的有前世有来世 你不要不信谁啊 我小时候 我爸爸是鸡童嘛 是公庙的住持嘛 欧欧舅嘛是原住民高山主嘛 台湾叫高山叫原住民 他满口都是原住民的话啊 我爸爸跟他感情非常好 原住民他喜欢吃什么 喝米酒跟搓新热眼的香烟 早期台湾的香烟叫新热眼 我老爸都会拿香烟给他搓 因为原住民喜欢搓香烟的 喝米酒啊 我老爸就跟他分享啊 跟我老爸感情特别好 所以临终观围的时候 感情特别好 他也放不下 他很讨厌的 你也不要这样在旁边 他会生气 为什么 跟人活了是一样啊 啊 结果半天 我外祖母那边 就请来找我爸爸去啊 我小时候就陪我爸爸去啊 到我三舅妈的房间 我三舅妈坐在床头 讲了满口原住民的话 我是当当傻眼 我说啊 怎么讲 那三舅妈到哪去了呢 他的灵魂到哪去了呢 我二舅妈就讲话了 哎呀 我死的时候是在赛道骨啊 我屁股尿流啊 中暑啊 中暑啊 中暑就屁股尿流嘛 啊 大便排在裤子里面 尿的满身都是尿啊 他说很脏啊 你看他最后一念是什么 最后一念是指走这个混便啊 尿水啊 所以他就指走啊 他觉得他裤子很脏啊 知道他已经离开肉体了 可是他那个竹竹还在啊 阿拉业里面有这个很脏的混便 在裤子里面啊 他交代说 烧一件衣服给我啊 那交代我二舅啊 因为他死的时候 留下一个孤啊 三个女儿都很小 没有超过五岁啊 一岁 两岁 三岁都有啊 他说交代我二舅 我二舅现在已往生啊 他说阿灿啊 那就跟阿灿讲啊 不能再起老婆啊 或欺负小孩啊 我二舅到死都不敢再起老婆 啊 后来呢 他就交代清楚以后 我爸爸全部都照办了 说OK啦 没问题啦 我二舅妈交代事情 完了以后 我三舅妈啪就倒下去 夫妇大睡 小孩子总是比较顽皮嘛 第二天早上我就问了 三舅妈说 三舅妈你昨天怎么样 没有啊 昨天睡得很好啊 他就不知道我二舅妈来了 证明有来事啊 有前事啊 灵魂是不昧的啊 灵性是不昧的啊 灵性是不昧的啊 所以现在年轻人都不相信这个道理 等到他夜暴陷阱 果报来的时候啊 天天不灵 叫地地不灵 铺天抢地都没有用 来不及了 为什么说英国教育很重要 所以国外回去就要教育自己的小孩 英光大师说 重视家庭教育 英国教育 昨天我跟企业家讲 就是讲教育的问题 那这位山东的这个老奶奶呢 他我就问他 他说你去了怎么又回来 他说我回来找戒指啊 附在他拔戒指那个孙欧喜的身上 孙欧喜的身上 孙欧喜倒是他太太拔了啊 就跪下来就说 奶奶对不起啊 我们是怕烧掉可惜啊 我们现在戒指再还给你好了 就乖乖的把戒指再烧掉 给他他走了 就是什么 从这一件可以看得出来 真的没有因果吗 真的有因果啊 今天为什么来这边讲这个题目 其实跟这事件命案有关 短短在半年之内 在台北 而且是集中在台北 事件 分尸命案 分尸成多块 像杀鸡一样 都成一块一块的 第一件呢是为贩毒分尸案 这前一阵子才发生的 被杀的是外国人 杀的人也是外国人 在台湾贩毒 现在两个都被抓到了 一个逃到菲律宾抓回来 被杀的这个人呢 是一个外国人 接到电话以后 带着他的狗出去 到淡水河边散步 就被杀掉了 那一只狗惊恐看到 他的主人被杀 惊恐的 帮回家 向灵机求救 他不会讲话 我说人到出生到 就没办法讲话了 他知道他主人被杀死 他讲都讲不出来啊 一直在那边叫啊 后来 因为灵机觉得可疑 就到现场去看 还有到那边去运动人看到 才向警方报案 警方从监视器再去找 最后破案了 从那个手机找到通讯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魏美兽分尸案 这个也是在台北 一个年轻人 他觉得很无聊 就是没有写这个传统文化交易 没有写圣贤交易 没有写 他心里没有办法寄托 烦恼没办法降伏 总是叛连这个外面的 财色民事税五一六成 他就跑到我们台北的一个文创区 结果那边有一个年轻人 心魂手辣的 他自身说他会教什么一些文创的东西 那个女孩子本身也没有约视自己 跟他喝酒 忽然就会他跟他求欢 求欢不答应 就当场把他杀死了 这个就是魏美兽分尸案 那当时他尸体还放在这里面 放了大概一两天 记报纸说那一两天 所有的附近的这些猫狗都不敢靠近 而且狗还吹狗雷 这狗他眼睛特别灵 他看得到这些鬼道众生 他一看到他就长鸣 长鸣就是吹狗雷 台湾的食物啊吹狗雷 这我亲眼看过 我一个亲戚往生的时候 我台湾的大体回家住恋 到我这个亲戚的家的时候 他门口一只黑狗看到 我这位长辈回来了 我长辈已经往生了 就用医院的床单抬回去 那个狗真的是吹狗雷 吹得很长的声音 就表示说他们看得到 我们人以为他死了就死了 对不对 事实上他看到他的中阴身 所以现在是乱世 乱的原因是什么 印光大师说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不相信因果 那么第二个呢 灾后的更年 是什么 也是不相信英国报应 第三个 汇经汇论 汇掉金教以后呢 就汇掉传统文化 以为没有散过英国 所以不听老人员 吃亏在眼前 为什么现在会乱 那英光大师在七十年前就预告了 他说以后杀父杀母 杀父杀妻 杀人层次不穷 人心的日期暴力 那印证台北这个事件分尸命案 英光大师在七十年前就预告了 所以英光大师为什么要印那么多几百万册的了凡事性 文上帝经音证 感应编汇编 太善感应编 他为什么要印这么多 他知道这三部散书可以救人 这些圣人他们很早就见到了 他们知道现在就是乱世了 乱世就是这样 就五轮全部乱掉了 所以为什么现在会这么乱 那我挤一个公案 让各位去相信说 刚才讲的真的有前世有来世 我们严庆寺的陈主席 他的外祖母是盖了这个严庆寺 你刚才跟我讲说是太虚大师 对不对 弘扬太虚大师 那太虚大师他们那个年代 有一位高僧大德叫虚云老和尚 虚云老和尚 虚云老和尚修得很好 他那个禅定功夫也是非常好 禅定功夫好的时候 禅定好的时候 最好是佛陀那个如来所能人大定 一般来讲 最少要修到社税的禅定 跟五社税的禅定 叫四禅八定 比如说西运牢上他的禅定到什么 我讲给你禅定 禅定是什么意思呢 禅定是因界得定 因定花卉 所以禅定高的话 他超越时间跟空间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人法界 因为我们这个时间空间 三度空间的执着 但是你禅定高以后 你就离开三度空间了 现在科学家证明到十一度空间 事实上有无限的维持空间 那极乐世界就是无限的维持空间 就不同维持空间 所以越高的维持空间 他看得越清楚 他的神通智慧道理更不可思议 那么西运牢上 比如他的禅定工有多好呢 他有一次过年初一的时候 他挣一个义头 吃义头 他就把义头放在沟里面 可是因为这种高僧大德 他练练的四十课都在定中 他们修得好他们心都很定的 比如说老法师见到他的老师 张家大师 他问他说佛法这么好 怎么修 张家大师因为他是修得非常高僧的 一位藏教的高僧大德 他就眼睛一直看着老法师 将近半个小时 甚至更长的时间都不讲话 他因为那时候老法师心是浮动 因为连季亲心是浮动 他知道你心定 我再讲给你听 所以超过三十分钟以后 他心定下来 他跟他讲 有 他从哪里下手 他是看得破放得下 你就可以有这个应计得定 应定华会 所以修腦上他们这种高僧大德 他们的定工都逐渐逐渐的 已经超越的时间跟空间 那么初一的时候 他就把义斗放在沟里面 他要蒸 结果放下去那一刹那 他入定了 入定了以后 他也不用盘腿 刚才我看到一位师兄是双盘的 他就不用再盘腿了 他直接就入定了 入定那个气息非常微弱 你要用那个草 或者毛 在他这个地方 才有微弱的呼吸 那个毛才会动 结果他初一入定 今年到15元宵节才出定 隔壁山的庙的住持人 要来跟他拜年 一看他入定 不打扰他 到元宵节 只好跟师父报告了 他用引进叮叮叮 师父请出定 他就叮一下 去脑子上 一出定以后 因为他刚才的禅定是超越时间跟空间 他暂时不知道初一已经到15元宵节 他一出定以后说 来来来来来来 请你吃一桶 吃一桶 一桶拿起来已经长牙了 15天了 所以各位 我们修行就在修借店会 你禅定夜高 你的境界夜高 我们说四禅八定 那是社借店跟五社借店 那这个故事也发生在虚映老上那个年代 虚映老上在民国三年 1914年 在银南祝圣寺船祭 当时有一位沙咪叫曾晋 因为船祭要有八位法师银礼 叫做尹礼师 还有尹战师 尹战师 尹战师就是要唱战 要唱颂 尹礼就是要把你带进去的 叫做尹礼 那一般传界都是山师 德界大和尚 教授大和尚 还有杰摩大和尚 那么这位曾经沙咪 什么叫沙咪 就是他出家还没受 山坛大戒 山坛大戒就是沙咪戒 比丘戒 还有菩萨戒 三个戒都要受完 才正式成为比丘 那叫做山坛大戒 才可以成为比丘 如果没有受山坛大戒 都叫沙咪 不管你年纪多大 你还是沙咪 那么这位曾经沙咪 他有向祝圣寺借了48块钱打斋 因为传界他想要修服 想要修服就打斋 向祝圣寺先借48块 结果他没有还 那修脑上的侍者曾经 知道这个事情 那这位曾经沙咪呢 就打个纸条 某某法师呢 向祝圣寺借48块 他事实上是没有还 他就打了一个纸条说 已经还了 就是 祝圣寺某师 以来起回借款 就是我向佛寺 借48块 要打债的款 祝圣寺某一位法师 已经跟我起回 这个借款 这个讲实在话 这个是妄语啦 你根本没有烦嘛 结果曾经法师呢 一直要跟曾经沙咪呢 要就比钱 因为他是常住的东西嘛 常住不能亏欠常住啊 结果这位曾经法师呢 后来也往生了 因病往生 往生的时候呢 是虚运老上给他封关的 他穿什么衣服呢 他穿新蓝布挂裤 出家人的 海青的衣服啊 叫长褂 就是蓝色的 新蓝色的挂裤 那个蓝布的挂裤 那后来虚运老上又在传借啦 传借以后 又请这个曾经法师来当 一张银礼师啦 八银礼 但是虚运老上也没有跟他要这笔钱 虚运老上其都知道 他知道这个事情 但是他不讲出来 因为修行高嘛 他讲个人因果个人了嘛 个人做个人自己担当嘛 结果这位曾经法师一来以后呢 马上被曾经法师 已经死掉这位比丘法师 把他附体 一附体口吐白沫 还我钱来 还我钱来 他见到说要来讨钱嘛 就反这个佛式的这个钱 48块你根本没有缴 你还围造一个政绩 结果呢 知客师呢 就很紧张去看 曾经沙咪口吐白沫 就很紧张跑去报告去运老上 那不得了啦 八银礼 银礼师啊 口吐白沫快死了 现在大家正在注练练佛啊 那一过来以后呢 还没有完全断气啊 因为被附体的事 曾经来附体嘛 啊 那么 那个时候曾经 就大叫了 曾经沙咪就大叫 快拿钱来还藏住 老上就问了 曾经呢 你怎么啦 曾经是那个沙咪 就欠钱那个沙咪嘛 曾经法师就沙咪就说了 曾经隐战士向我守钱啊 这一口要钱啊 曾经就嚷着了 老上说 有什么政绩呢 曾经说隐战士穿新南部挂裤 他是不知道他穿什么衣服啊 那这样虚脑上就知道了 他的适者回来了 曾经法师回来了 老上就欠曾经了 他的适者了 因为他附在身上嘛 他就寄脑上就说了 啊 他说呢 他就欠曾经 放下吧 个人因果个人了 一火正经就醒过来了 醒过来以后呢 就疯癫失常 神经失常了 那虚脑上就请他呢 要为公众忏悔 有一天呢 虚脑上就为他在法堂表法 就高声大德 他把这个事情讲出来 就是曾经 他犯了这个妄语戒 他明明像常驻戒48怪 他不还还起答一个字条 他必须要叫他公开忏悔 所以忏悔啊 你只要公开跟大众讲 你这个一章就笑掉了 你要是不讲叫父常罪过 那是有罪的 所以呢 虚脑上就为这个曾经 沙咪的表法 表堂 他们表堂的意思是公开说出来 那他虚脑上就说一句话 曾经之病因果不明 曾经好心讨仗 还蕾常住不安 金当众花露了贼一重公案 好啦 他刚讲完 曾经就恢复正常了 就没有在神经失常了 所以为什么这个人会病 为什么会忧郁症 为什么会神经失常 这个都是有你看不到的 那种磁场在干扰 真有厌倾在住 所以你一般生病 叫生理病 那是看医生打针吃药就好 那第二种叫业障病 业障病就是先天性的 一出生就不行 像我有代理放生会 有一个小朋友一出生 七天心脏就要开刀 每个月都要开刀 开完又不行了 又要开刀 一个小小的小孩子 一出生一年 要开十几次刀 他一定受不了 爸爸妈妈是佛 写信给我们 打电话过来 黄老师拜托你帮他放生 我就帮他放生 这个小孩前世一定是造杀的 要么就是卖 要么就是卖肉 天天杀 所以现在一报还一报 结果他妈妈因为有这个佛员 告诉我 我就帮他放生 现在这位小朋友 不用再开刀了 他这个刀截就消掉了 所以呢 老上这么一收真经的病 就奇迹般的权益了 我们讲第二大段 用西云老上这个故事 因为是最近发生的 这些分尸命案 我们的题目是 现代人不怕因果 那我用西云老上这个逝者 跟郑敬沙密这个公案 来提出一个证明 所以为什么现在人变成这样 像台湾发生这种分尸 为什么会这样 这么频繁 就是老和尚讲的 左传里面上说 人弃藏则要心 左传里面有记者这句话 就人一旦违背沦场了 那妖魔鬼怪就出来了 妖魔鬼怪是什么 就是你的贪嗔痴啊 那么 左传里面讲 人弃藏则要心 人要是把沦场弃掉了 这个社会就变成妖魔鬼怪了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今天看这个社会 确实是妖魔鬼怪的社会 不像人的社会 这知道我们身世是还行的 所以老法是说啊 人力理智性就是藏 人违背人力理智性就是弃藏 那弃藏妖魔鬼怪就出来了 人就会做一些 变天逆你的事情出来 像这种分尸案就是人弃藏 所以我们现在得人生呢 要好好把人做好 身心呢 现在人都受的很严重的污染 所以容易失去人生 第三个 我们来看 灵性杀不死 现在因为网路发达 很多人 像刚才那位分尸案里面有一件 也是网路上的对谈认识的 他后来被杀掉 所以网路有他的好处 但是也有他不好的地方 就像手机一样 问题不在机器 问题在人心 人心的堕落 人心的变化 所以这个网路命案呢 是真实的命案 发生在台湾新北 中河 有一个国中生呢 国后的学生呢 他跟同学也好 也在 新北市的新店捷银站 那也在新店捷银站以后呢 这两个男生 一个姓许 岩雾许 一个双人许 这两位学生呢 他们都在就学的 就在捷银站见面以后 这个姓喜的祖贤 还有共患 双人许这个 徐姓的嫌患 他们就合力把这个女孩子强暴了 也无许这位祖贤呢 为了要杀人妹口 当场用菜刀 把这个女生杀死了 杀死以后呢 就弃尸在 这一栋房子 跟隔壁栋房子之间的 防火像 就变成一堆白骨 这个女孩子被杀死以后呢 他爸爸就做梦了 梦见他女儿在梦中跟他讲了 事实上他爸爸也有机会救他 当时他事实上是逃学 他没有去学校读书 当时他爸爸就有跟他讲说 他想开车送他去上学 他跟他讲不用不用 就没有办法逃过死结 所以地藏经里面有讲啊 南颜夫体行恶众生啊 夜感如是夜力甚大 能抵西米能生济海能葬圣道 所以你看夫子至亲呢 在经典上讲啊 其路个别呢 纵然相逢 无肯待受 啊 他爸爸想救他都没有办法 这个小女生呢 他的这个结呢逃不过去 后来他被杀死以后呢 有跟他爸爸呢 吞梦 啊 那么这个案子发生以后 警察开始侦办 就锁定了 这个信息 言无许跟这个习信的 有问题 可是没有证据 因为病案发生一段期间了 后来警察因为 在入检的时候 抓到他们两位 他们两位列入口译嫌犯 那这个言无许的非常的什么 啊非常的嚣张 他靠他父亲呢 认识名利代表 就召开记者招待会 这个案子我也看 记者招待会 我当时有看新闻 他在记者招待会 怎么样的责备警察 怎么警察 非法搜索 事实上他是作解信息 啊 结果呢 在另外一次的警察 因为没有政治码 就放他走 他进行记者招待会 攻击警察 隔一段期间以后呢 他们两个开车 又被警察抓到 逃跑 逃跑以后警察就追了 一追就开枪了 警察一开枪以后 打中这个双轮席的 这个腿部 双轮席这个人中担以后呢 送到医院器啊 紧急送手术 伤到神经系统 没有办法做手术 整个神经系统癱瘫 癱瘫以后呢 他医生没办法再把他 恢复这个神经系统 那脚就不能走了 变瘫犯了 当时他就跟傅士讲 他说 这个是我的线报 他自己知道 他共患呢 杀了那位国中生 他自己知道 他也欠那个盐吴喜的 这个人出来投案 这个信息 盐吴喜不投案 他还是机器呢 要跟警察斗法 就在那一年的亲民节 他的叔叔回去扫墓 因为祖孙做这个事情 祖先会蒙羞 祖先会蒙羞 因为果肉是相连的 结果他叔叔他们回去扫墓 祖魂以后 祖魂的墓碑 当场累成两半 没有看过这种情形 竟然那么久的一个墓碑 累成两半了 就连祖先都觉得很羞愧 很无地注容 怎么会有这种祖孙杀人害命呢 结果后来呢 回来跟盐吴喜的 这个贤问的父亲讲 说奇怪了 我们的祖先墓碑 怎么断成两半呢 他爸爸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因为儿子是杀人了 后来警察终于找到证据 到他家去抓人 他在扶手论罪的时候 没有错是他分尸的 还放血 血把他放干以后 再把他丢在防火箱 所以这个案子呢 后来警察争破了 所以他给他爸爸托梦 是这个小女生 还有一点善根 托梦也是很不可思议 有时候说梦不一定相信 不一定准 但事实上也是 但是有些梦呢 也是很特别的 他是有感应的 那比如说2012年 啊 我们讲说12月21号 是世界末日 啊 2012 10月21嘛 那当时台湾呢 很有意思啊 总共执行六个死刑患 那么执行12月21号当天呢 因为大家说讲都 10月20号 大家都明天是世界末日嘛 那第二天早上起来看报纸 有没有发生什么世界末日的事情啊 就报纸一摊开 台湾法务部执行六个死刑患枪劫 其中有个死刑患 他的爸爸在台湾中部 前一天晚上就20号 因为21号枪劫嘛 20号 就梦到他儿子回家了 梦到法警呢 抱着骨灰坛 到他家送给他 这是你儿子的骨灰 那时候他儿子就是那个死刑患 还没有执行枪毙 可是前一天晚上 他的父亲就做梦 梦到划警 那个接力的警察 抱着骨灰坛 推进给他 他爸爸就做这个梦 那结果第二天 他爸爸就接到法部通知 他儿子死刑患执行枪毙完毕 就前一天就做梦就梦到了 所以有时候梦 也不真的是 日有守思 夜有守梦 也不见得 有些是有感应的 像这个骨肉香脸 都会有感应的 但是要入梦 也要看他有善根 那么这个地方 就探讨一个问题 这位喜信跟庄能喜 这位嫌患 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你看那祖先都知道了 祖先知道以后 墓都裂开了 墓碑都裂开了 那祖先也知道 所以不是神不知鬼不觉 我们俗话讲 几头三尺有神明 所以你现在看到他被法律制裁 枪毙了 这叫花爆 就像这样开花 这叫开花爆 那还有结果呢 果爆在第一 那第一受爆完以后出来的呢 还有余爆 短命多病 刚才讲六级 短命多病 贫苦 忧愁 恶事衰后 这都是余爆 所以呢 花爆 果爆 余爆 这是一个果爆的循环 所以我们中国的一位老庄呢 庄子说呢 唯不善无解明之中 者 人得耳之之 那你做不恶的事情 法律可以给你制裁 人得耳之之 唯不善无忧愿之中 者 鬼得耳之之 鬼是可以给你制裁 那 那法师也有说啊 说知道因果报应 就不敢有恶恶 就像刚才这个 炎无虚的 双生虚的 一死的贪欲 造了这个杀生的重罪 那将来还要还命债 还有花爆跟果爆跟仪爆 这就是什么 你真的懂得因果报应 不敢有恶恶 老和上说不敢 不要说去做啦 连恶恶都不敢 再来 人有钱有事的时候 会欺负人 会造业 这个也都是有果报 所以 英国呢 老和上说 罪业的因素很复杂 有些是过激生 他用这个态度对待你 那这一生呢 你用这个道德 又反过来对待他 这叫怨怨相报 所以呢 我就几一个个案 我在台北山中 关了一位慈激的环保志工 他见了一台环保车 有一天呢 因为他是一个电工 他到一栋房子的二楼 二楼是一个平台 就没有三楼了 他在二楼的平台 要修理那个 电线 他一上去以后 因为他上面都长了野草 里面刚刚有一条蛇 他一紧张 因为有狼头嘛 那电工有狼头嘛 狼头一拿起来 跟那个龙虎一样 电工一拿起来以后 那他就把那个蛇的头部敲破了 那蛇就死掉了 你以为死了就死了吗 众生都有命呢 众生都是贪生怕死的 你不要说是这个动物了 你说最简单的蚂蚁好了 蚂蚁要不要讨债 当然要啊 我有一个连流 整个脸都长得像麻子一样 密密麻麻的 比青春都还严重 红斑一点一点的 连流告诉我 他说欢迎官他得艾滋病 你不要理他 那我这个人是不会这样的 我说那你坐坐坐 什么回事啊 他说老师啊 我这个怎么会这样呢 我直接就跟他说 你也没有杀死蚂蚁啊 他说有啊 我说怎么杀的 他说我家发现蚂蚁窝啊 我跟我儿子就用报纸 变成火把 整个蚂蚁窝的洞 烧纸好多只哦 他说他现在怎么办 我说现在就是放生了 忏悔了 赌金回向 这三个方法 没有其他方法 送金回向给他 放生来 你弥补这个罪过 再来一定要跟他忏悔啊 你要跟他说对不起 谢谢你 请原谅我爱你啊 这四个你一定要说出来啊 就那个老菩萨真的说 他真的照我的话去做 每天拜佛忏悔 就跟他忏悔 蚂蚁菩萨对不起啊 我就不知道英国把你杀死了 结果忏悔一段期间以后 他也参加放生了 也送金回向 后来隔了一段期间来找我 马祖都退开了 这个就是你看起来是生理现象 病理现象 医生讲不出来的 医生说啊 这什么回事啊 什么血液行为不好 心态性不好 医生啊 他只能医病 不能医医 医什么是 医要剥累智慧 要忏悔 要学佛 懂了以后 能够反迷归物 就不再造恶了 医生就消了 那 所以这位慈悸的环保志工呢 他就用榔头呢 把那个手敲破了 他结果有一天去工作 事情没过多久 从那个顶楼 一样从那个二楼 跳下来 妥先着地 着地 脑袋瓜就破了 跟那条手一模一样 破了以后送到台北三星总医院 里面血管就破了嘛 里面都是血啊 就必须要把脑袋瓜切一半啊 就像切西瓜一样切一半啊 切一半以后 这个杯子啊 头盖骨就放在旁边啊 用剂子先剂开啊 所以英国呢 老和尚说的 不知就不怕了 知了就怕了 他越做就越怕了 结果后来 施灵有请我去啊 我就到他家去 带他师姐忏悔啊 宋地藏金啊 我说师姐啊 你也没有水火啊 他说 我没有水火 我是用水火 我说那你也没有沙耶 没有 我只是爱钓鱼而已 我说你钓多少 他说 我跟我爸爸每个礼拜 六个礼拜天 周休二日 都到台湾 金北市的坪林 你们如果到台湾去玩 坪林那边都是 有河溪河床 有溪流 有很多虾 小鱼啊 很多人台北人都在那边度假 他说呢 我每个礼拜都跟我爸爸去那边钓虾 很好玩 我说钓多少 没有多啦 一个礼拜大概三十几只而已啊 我说那一隔一就几百只了 什么 没有 那跟着我懺悔 我就 独地藏金 带他懺悔 像这些 所造的沙耶 往昔所造诸位 只有无死 贪生痴 重生以一指 从金队佛景求懺悔 唱完以后 我说 啊你是凶的事情呢 我说有没有伤害过众生 没有呢 啊有啦老师 我想起来了 什么事 有一天就去二楼工作啊 就看到一条很近死的 吓死了 就拿着就把头敲死了 那个手就死掉 我说要跟守菩萨懺悔啦 你不能说 我人比较高一等 那手就第一等啊 那老虎说 我站起来跟你一样高 你应该让我吃才对啊 那你怎么不让老虎吃呢 对不对 那我后来就也是带他忏悔 我就跟在医院那个师兄讲 我说你要是有福报 你有忏悔心 对方愿意跟你和解 你这个也就可以转掉 你就可以怎么样 你就可以 业障消除 身体恢复健康 果不出我所料 他真的后来有忏悔心了 后来我在他耳朵旁边了 因为他 裹着纱布嘛 我在耳朵旁边跟他讲 我说师兄 你做不对的事 你就要跟人家忏悔 你把人家杀死 你把他赶跑就好啦 用个棍子把他撩起来 丢在外面就好 你干嘛去伤他干什么 你赶快离开就好 你不要惹他嘛 很简单 你不要跟他结恶言嘛 你不要跟他对立嘛 你用棍子把他捞起来 甩眼一点 你就赶快离开 不要再工作就好 不就没事了吗 你为什么一定要造这个业呢 就是我们人的我只跑出来 一看到这个境界 那个我 助我保护那个我只跑出来 那个杀鸡 那个鸡不是鸡肉的鸡 鸡是鸡汇的鸡 我们阿赖叶里面有造那个杀叶 那个种子太多 那个种子冲出来 杀掉它 干掉它 这样而已 贪嗔吃慢矣 这种子无量无边在阿赖叶里面 后来我在阿赖叶里面跟他讲 世兄你要忏悔 你如果有福报 你就有恢复头部健康的阴连 佛菩萨顺便给你一个机会 众生平等嘛 佛菩萨不可能说 因为你是佛教的志工 他就特别偏你 不可能 佛他已经无我了 他怎么还会偏袒 他无我相无人相 无中相无受阻相 诶 果然没有错 这样但他忏悔以后 送完金回向 叫他以后永不能再造杀叶 那个世兄头部正常 这个叫做奄奄相报 所以一定要觉悟 他要的你就给他不争 有无量的福报 你要争就有无穷的灾难 现在为什么世界这么乱 人心这么恶化 大家都在你争我躲嘛 争什么 争明文力啊 但是带不走你为什么要争呢 他要是带得走你再争嘛 所以文昌第一次印章里面讲的 别人可以抢得走的 你带不走的 比如钱 比如说家中建署 比如房子 你带不走别人抢得走的 这个不用 你带不走的 别人的抢不走的 也不需要执着 比如说你很会画画 你很会写毛皮诗 你的会计能力很强 你很会操作股票 带不走 别人的抢不走 这也不必计较 你自己带得走的 别人抢不走的是什么 功德 要好好修 能带得走的 别人抢不走的是什么 睡衣 万般将不弃 唯有夜水深 这个也要自己去努力去修 所以 你要是 不争 有无量的福报 你要是争 有无穷的灾难 人 个人在讲英国 从年轻到现在 就维持这个信量 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个论坛 就是我帮助他们姐妹啊 他们为了你们在那边 跪在那边一直哭啊 求啊 没有人要理他啊 我说好了 老师帮助你啦 因为我是奉行地藏菩萨大愿 地藏菩萨没有昏被 地不公私不成活 众生多尽方正菩提啊 我不能昏被 我说好了老师帮你忙 我不要再哭了 起来了 我最怕你的流人泪了 起来 你就成就了 这是什么 我帮他这个忙也就有福报啊 今天这么多人听歌 我就有修到福报啦 所以福报长在哪里 福报长在你的眼睛 你的耳朵 你的鼻子 你的手指头 你的脚 你只要只勾气就有福报啦 你只要跟他跑腿就有福报啦 你为什么不做呢 在你嘴巴 在你的六根门头 你要会修是幻光洞地 你要不修 你六根都没有作用啊 都被造业啊 那当然说你没有福报啊 所以六根听谁的 六根听心嘛 心来决定他 六根他做什么嘛 心叫他看他就看嘛 心叫他拿他就拿嘛 心叫他说季节他就季节嘛 那你听心指挥嘛 心是有心是旺心啊 你要听真心嘛 如果你听真心了 六根就是什么 都说六根今天相继 你就清静心了嘛 所以要解悟 不要争 不争有无量的福报 争有无穷的灾难 什么样的侮辱 都不要有厌恨 不接厌 你真的要去集的世界 你说我全部都给你 因为我是集的世界 你不要去 你要去六道 你要去第一 三二道 你去我不去 老师上说要就给他 下面还有个你相信第一吗 这个是真实的故事 这个很可怕 这在桃园啊 黑白武藏去抓人 他是1979年了 民国68年 那黑白武藏去抓谁 到桃园 法院去抓一个书记官 叫查一锋 那查一锋是四月份死掉的 1979年四月份死掉 四月份死掉 前面一个月三月份 黑白武藏就要去抓人了 结果偏偏两个书记官长得一模一样 一个查一锋 一个刘国俊 啊 结果刘国俊身高体型都很像 两个都是书记官 结果你是抓到刘国俊 不是抓查一锋 查一锋是四月份死掉 这个事情爆开是六月份的事情 三月份的时候啊 刘国俊就 从办公室感觉 火龙一直咳嗽 咳嗽咳嗽 咳嗽 就已经被绳子被套上了 套上就要脱走了 脱走以后就中央大厅昏倒了 因为他到餐厅去吃饭了 快十二点了 刚好一个邻近本警官看到了 奇怪 书记官怎么倒到这里 赶快叫一个划警神信贵 开警车过来 赶快给他送桃园闽胜医院 去急救 十二点的时候在中央大厅 锁竹都翻黑了 都快死了 啊 当时呢 理文活报的记者叫秋杰去采访的 当时情况是怎么样 当时的情况 他是 呼吸困难 毫无肢解 指甲都黑了 送到桃园闽胜医院去急救 他十二点躺下去 三点醒过来 中间三个小时到阴间去了 黑白屋长抓他过去了 因为他是昏迷的嘛 他被抓过去 他知道 感觉两个人块头很大 左边右边架着走 他因为他是书记官董华丽 他说 你这样抱架子 你皇爱自由告你哦 他是书记官董华丽 那两个人根本不理他 他不跟他讲话 黑白屋长 就到了一个很大的门以后 一踹开 这个门一关 这边是阳间 那么一开 那边是阴间 这在哪里 在现在这个趟下 海前老师上说 阴间跟阳间隔一张白纸 维持空间不同而已 你没有到个阴间 你听不到那边的声音 也不听得不在那边的对话 但是如果你阴间到了 你就听得到了 这个我也见过 我认识一个建筑公司董事长 我们到台北新庄有个地藏王庙 我成立校园讲的 这个地藏王庙的地藏菩萨 给我一个慈悲的指示 我就成立校园讲堂 就开始讲英国了 我那位好朋友 开建设公司的 他在那碰到 我说你在干什么 他说 我来跟我妈妈求寿的 我说你妈怎么啦 他说我妈快死了 在医院 就他一出地藏市 他耳朵就听到 哦哦哦哦哦 台湾啊 人要死掉的时候 都有那个南北管的音 哦哦哦哦哦 那种声音出来 他一听到说 奇怪 怎么有那种声音 他打快打电话 给他的弟弟说 妈这样怎么 妈刚刚断气 这么巧 所以那就是听到 那个法界的声音 所以这位 刘国俊被 黑白服装抓走以后 阎王就伸奏了 阎王就穿黑衣大袍了 阎王就大袍 阎王很厉害 原来是菩萨去视线 他是法身大事 他智慧像电脑 比电脑还快 你抓他干什么 那个黑白服装 杀他 不是你叫我抓他 抓我出来 换回去换回去 他又把抓回去了 抓回去以后呢 到米森院 踹他一下下去 他又醒过来了 回魂了 中间三个小时 指甲都黑了 心脏摔了肉 醒来以后把这个过程 讲给同事丁 台湾有个联合报警 在秋节 亲着去采访 他现在是你好了不得了啊 他说你那时候死掉 你知道吗 他说我印象深刻啊 所以他醒来的时候肚子很饿啊 就要吃东西啊 所以呢 今天只能讲到这里 就只能讲到 真的有地义 不是没有地义的 你真的 还文记 两书记官 面貌酷事 勾魂十足 做错人 因为黑白武装他们这些鬼差呢 他们的程度还不到鬼王这个程度 有时候可能啊 资料打错了 资讯错误啊 哈 所以这个是真实的故事 有发生在台湾的一个很有趣的啊 哈 他进入一个不同维持空间 后来醒过来 人家问他说 第一项什么 他说那个门好高哦 转过来就是这边 转过去就是那边啊 阴阳两届啊 活步上是超过我们几百万倍 几千万倍 活步上那个功夫太厉害了 你根本跟不上啦 为什么你现在不晓得 因为你现在想到就是我啊 你有足足有分别有妄想 你根本就离不开这个身体啊 脑子说 无有大万为无留神啊 我有这个身体 一有身体就障碍了 你有身见破不了啊 你要说身体打破了 那出国虚脱环啊 那我子一破变阿罗汉啊 所以各位你要记得 动善恋不要动恶恋 动静恋不要动邪恋 你只要动恋 干坏事你脑都知道 你干坏事哦 你看他死在哪里 他眼睛脸色显现出来啊 所以人不能干坏事 为什么警察可以抓到小偷 那干坏事像脸上行动都看得出来啊 像有心生啊 所以练脱呢 是尽细空骗法界 我在这个地方就跟各位分享这个道理 练力不可思议 我们要记得 官帝的结圣真理里面讲 若七心便是七神 天知神知你知我知 幻罪说法无论这怎么作为 都必有破绽 所以不要心存侥幸 以身释法 人间失忆呢 天文肉 哎 护仗你不要跟别人讲 天上听得像打雷一样 暗示亏心呢 神目如电 你躲在房间关起来好像没有人看到 老天爷看你啊 就像那个电影一样 啪 马上就照到了 逃不掉的 所以练力呢 不可思议 我们听过江本胜博士的报告 智本江本胜博士 台湾 刘明德医师的水结晶报告 就是这杯水 你给他练阿弥陀佛 他的结晶体经过化验 结晶体非常漂亮 这杯水你给他作骂 他结晶体非常丑陋 刘明德报告里面 这杯水把他练官圣地精 结果很不可思议 造出了结晶体是观圣地精 太不可思议了 你念基督像基督 你念圣母玛利亚像圣母玛利亚 所以练力不可思议 这一念心通虚空法界 所以心流灵犀一点通 我们四十一品无名迫近了成佛了 那就是六通陷阱 我刚才一开始讲 佛菩萨他有圣身禅定 他有圣身禅定以后他超越了 所以佛菩萨他因为 他正都无上正等正觉 所以佛菩萨看我们沙坡世界 三千大世界 就是看掌中 就像看一个台湾话叫巴勒 巴勒 巴勒就是水果 就看水果这么简单 我们觉得很困难 佛菩萨看三千大世界 地球有七十亿人口 那地球只是一个法界而已 那还有三千大世界 佛菩萨看三千大世界 如掌中 这么容易 所以 真正修得好的高升大度 都有这个能力 像广青老和尚我施工 那 郭慧珍医师后来出家 叫道政法师 在台湾成就一个观世音菩萨的一位化身 他要往生前就跟他同餐讲 我不能再陪你拜佛了 他就认为阿弥陀倒在大雄宝殿就往生了 他得癌症 出家十七年 他得癌症他都不做化疗 化了五尊佛出来 是灿工的高主 他的弟子 他俗家俗名叫郭慧珍医师 人家称他观世音菩萨再来的 他是6月19号观世音菩萨乘到祭典祭 那天往生的 他在还没有出家前去见广青老上 广青老上他的背都妥妥的 坐在椅子上 郭慧珍 郭慧珍 郭慧珍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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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燕金在子 你现在现前了 他的政法眼 他的智慧眼 比核磁共振的机器还厉害 你核磁共振你还找不到 你找不到业力 他可以看到业力 用什么 用智慧他观照 你逃不掉的 那智慧是什么 智慧是超越时间跟空间的 那极乐世界的智慧 那更不得了 超越无量空间 所以 现在科学者已经证明到 11度维持空间了 我们人是在3度空间 所以蚂蚁在2度空间 蚂蚁他爬到101到了 他不是他高 蚂蚁在101到了 他也不会觉得 既高这种他没有 但人会 因为人是在3度空间里面 所以我就答复了 傅聪老师这个问题 就是古代有个公文在 唐高僧传里面 遥旧唐崩 就在那个五代的时候 南北朝的时候 有一个五代十国 那个时候有个周朝 不是周公那个周朝 是后面那个周 一个周朝 那么金城里面 里面有一家佛寺 叫大椎炎寺 有一个高僧 叫生死法师 这位生死法师是陕西人 他平常精进修行 有道有德 禅令公屋一流的 有一天正午呢 他突然间登楼壮钟 扣钟 然后钟声非常急促 叫大家赶快点香 拿香火到大殿集合 大众就问师父啊 什么回事啊 他说这个时候 将来有一个寺庙的讲堂 就快要倒塌了 会压死正在听经的一千多人 现在大家赶快起心练 观心菩萨圣号 祈祷救济 人在咸阳陕西呢 发生地点在扬州呢 练火放不下 他金银财宝叫什么 古代偶一大师说一句笑话 你放不下市民的时候 腰产万贯腰产十万两 乘百货上西 那当然就百货会不上西掉下来了 十万贯 十万贯就十万的黄金绑在腰部啊 这位法师是在咸阳 咸阳是在陕西嘛 发生地点在江苏扬州 一千公里之辽 佛跟我们有没有距离 我根本没有跟我们没有距离啊 他在一针法界 一针法界随着执着妄想分别不懂 变现十法界 讲十是无量的意思 十代表无量的意思 结果呢 那位叔叔就赶快大家上乡 念观心菩萨圣号 南方他不知道是哪个佛士啊 他说南方有一家佛士 有一千多人在听经 马上大殿要倒塌了 要压死一千多人 结果呢 他们就 他们就念观心菩萨声 南末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就是念观世音菩萨 就听那个范背的声音 有些我们在 南末大悲观世音菩萨 就点快速的 啊 结果呢 这个范背的声音呢 从北方的咸阳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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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扬州这一间佛士 正好扬州一个讲堂正在说法 听众一千多人 忽然间发现西北方的方向 西北方就是北方的咸阳那个方向 西北方就是大殿的西北方飘来 范背声音 观菩萨圣号声音 有人听到 心很亲近的就听到 从西北方飘过来 就是从咸阳飘过来 飘过来以后呢 而且那个声音传过来的时候 旁边跟着香味 有一阵檀香味跟着走 那大家都很好奇 哎 怎么有那个音乐声音 就跟着那个声音跑啊 他就哎 那个地方有檀香味啊 有关系把声音 就全部往那边冲啊 结果全部都跟着那音乐跑出去了 跑出去以后呢 从北门进来 那个音声呢 跟檀香从南门冲出去 大家往南门冲出去 冲完以后 大殿啪倒下去 没有压死半个人 这是真实的故事 在唐高僧传里面讲 大家都很经历啊 跟着音声走出去啊 寻找音声的迹象啊 讲到里面 刚走一进 走完 一个人都走光了 黄屋就突然间倒塌 没有一个人受伤 这个是什么 这是藉由火菩萨的威德力 高僧大德的禅定功夫 这个事情才有办法消灾灭难 所以念佛 修行 激功连德 切实可以消灾灭难 各位一定要这个信心 请不吝点赞 明天 明天